赏梅是新一厢的年度大事 今年的踏雪寻梅系列活动 在梅子梦工厂正式开罗喽 开幕式请来了银背国中的舞龙表演 赢得满堂彩 还有八部合音爆战功等 现场提供了一千份的原油券 也是上午十点不到就被民众索取一空 现场气氛超级热络 今年新一厢农会推出雄爱聚会来赏梅活动主题 同时也抽出三位幸运儿 可以获得精简泰迪雄一支 而最吸尽的妖属银背国中舞龙演出 除了在音乐上的创新 演出的方式还融入剧情 两条巨龙舞动全场 还有一条三人演出的小龙 为传统记忆找出了现代新生命 副县长陈正生 前农委会主委陈志清 新一厢长史强灯的 一起为赏梅活动开罗 詹夫亲郎表示 南陆现在这个季节里 花卉最多彩多姿 这次的活动 等于是花卉江陵华高潮之一 透过这些活动 也希望带动爱好大自然的游客 到南陆来旅游 那我们都了解 南陆在这个季节里面 花卉最多彩多姿 甚至也最美丽 最值得社会大众 大家共同来欣赏 所以今天这个活动 等于是花卉家庭我一个高潮之一 当然我们希望透过这些花卉活动 来带动我们的一些爱好大自然的社会大众 来到南陀县 以后面赏花 以后面可以尝尝南陀的美食 以及茶叶品名的活动 那在整个活动里面 我们特别要感谢新立江陵会 在山长的协同之下 也让我们的农民 依照先政府中央的相关规定 去做一个产地标章 以及产销礼利 还有五赌农业的一个推广 最主要还是希望社会大众 在喝茶的同时 能有更安全的保障 所以这些等于就是为我们的品 我们的茶做了一个品牌的一个管理 新立江陵会总办事黄智慧也表示 赏梅是一项咸清雅致的活动 每年在这个时节 新立江的梅花就会盛开 但是今年由于气候的关系 到现在才开一层左右 只要一有寒流 梅花将会大盛开 因为赏梅是一种非常咸清雅致的一种活动 所以每年这个时候 新立江就会梅花开始盛开 那所以我们今年就推出雄爱赏梅 就是休旧来做会赏梅 所以我们今年就有泰迪雄 还有多利雄 将来跟游客来做互动 以及来做各种在赏梅活动当中的一种搭配 当做来做赠送礼 那今年都因为气候的关系 到现在梅花大概只有差不多一层左右 但是因为梅花它要开的时间 大概就是下个礼拜这一个时间是等于是等于是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 所以它冷气一冷 它一下子就会爆开了 因为今年因为到现在都没有冷 所以有一种现象就是高山地区的梅花它会先开 因为高山它气候比较冷 所以一直关注海所在先开下来 再开到比较低海拔的地方 再一般来讲应该从低海拔往山上开 所以今年刚好会颠倒 那我们预计原蛋之后 我们的北风下来 气候变冷 还有一点雨水 那梅花今年度就会从那个时期 它就会大开 另外现场也进行 玉山高海拔 冬季优良茶 评见竞赛颁奖 特等奖黄明江是79年次的新生代 哥哥黄明春 也拿下了头顶一奖项 一家双结 是本次茶赛最风光的家族 两人的爸爸黄家栋也到场分享喜悦 他表示 年轻开始做茶 包括黄明江黄明春 已经拿下21次特等奖相当不易